高雄市长期发展工业对土壤造成不少污染 根据环保局统计 目前还有约90多处的列管污染场址 除了积极协助福岛改善之外 值得欣慰的是 最近三明区中都段有一处近千坪的土地 因为整治改善 通过环保局验证解除列管 地主将可以进行开发 环保局指出位于三明区中都段 遭到列管的土地 原为钢铁厂在民国95年间 被发现场址内有土壤污染超过管制标准 而遭到环保局列管 经过积极辅导地主协助改善后 历经四年的努力 终于通过改善验证程序解除禁令 新亚钢铁那个部分是因为 它的整个整治的流程已经处理到 不管是土壤地下水的部分 都低于管制标准了 那也经过环保局验证通过 所以我们就把它解裂了 根据环保局的统计 目前大高雄还约有91处的污染场址 面积约770公顷 主要原因是和发展工业有关 除了努力辅导协助地主 也希望透过整治有成的范例 鼓励列管中的地主提高改善动力 我们也就是呼吁说这些地主或者是污染行为人 污染关系人能够照着已经核定的整治计划 去加速去整治这个动作 那其实也后续这个部分 其实整治完成之后 对这个土地的价值会有很大的空间 至于工业区可能具有制造污染危险的场域 环保局也展开不定期机查 一旦发现有污染情势 将启动紧急应变措施 将危害降到最低 那个部分如果被我们调查到 当然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就是厂商可以类似采 涂水法涂污染防止法第七条 紧急应变措施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是法定12个月 最多延长6个月18个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土地处理好 包括涉途总管的场址 原本也受到污染 经过改善活化 摇山一变成为高雄市代表性的地标 也因为土地能再度开发利用 为高雄带来更多发展 污染整治产业的契机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道